在这个Adips当中啊 大家需要先执行这样的操作 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想写这些配置参数啊 咱们需要 比如说你载这样一个min.py 咱们就点这个min.py 然后呢 右键啊 右键我们有一个运行方式 运行方式里边呢 有一个运行配置 如果说大家是一个英文版本的 那就对照着一个英文 反正它就是一个运行配置 在运行配置里啊 打开啊 我们可以配一些东西 我们关注的就是 先在左边看一下啊 是不是掉的是这个min.py 如果说是的话 我们在这儿 把它的一个参数啊 就写到这里 写到这里之后啊 咱们点一下运行啊 它就可以运行 我们下面按照这样一个参数去指定了 然后你运行完之后啊 就是是不是每一次 咱们都需要做这样一件事啊 不是 就是说 当你写完这样一遍之后啊 你的一个配置参数之后 你在右键 在咱们运行的时候 再直接啊 Python转啊 它也是执行同样的一个操作的 那这里啊 就是咱们的第一步啊 先是把我们的所需要 需要的一些参数先指定好 指定好了这些参数之后啊 我们就要再写其他东西了 在这里呢 这个命函数啊 我直接拿过来了 因为命函数比较简单 第一步啊 咱们是把这个参数解决出来 然后呢 有了这样一个参数之后啊 我们再对我的一个参数啊 进行一个 就是啊 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说你是想写常诗啊 是想训练呢 还是想测试的网络 分别就有这样一个测试 还有这样一个训练的模块 那下面啊 咱们就要到这个训练模块当中啊 去完成这个训练模块代码了 在这个训练模块当中啊 咱们就是啊 跟大家就是跟我一起吧 咱们就是从零开始啊 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个训练的网络 首先呢 还是啊 我们要把我的一些必备库都导进来 这个难排啊 基本上是在任何地方都能遇到的 然后呢 咱们的一个核心网络啊 就是这个tensorflow 因为啊 我们要用tensorflow啊 去帮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啊 咱们都是基于这个tensorflow去做的 然后呢 我在这里啊 就是啊 一会儿咱们要写的model 我先都给它导进来 在这个model里啊 我们要写一个 一会儿要写一个函数 就是有一个执行model 咱们的计算图啊 就在那里写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写咱们在这里 嗯 一个是就是说 咱们要有一个预处理的操作 一个呢 就是说 咱们要有一个生成batch的操作 预处理啊 就是说 当咱们拿到了这个数据之后啊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数据进行 先给它处理处理吧 因为拿到了 只是这样一个长传的句子 我们需要把句子进行一个处理 这个就是啊 这个process 咱们的预处理啊 PUEMS 然后呢 我想想有这样一个模块 还有咱们的一个 因为咱们最终的迭代啊 时候啊 就都是通过这样一个batch 一个batch迭代的 所以说啊 我还需要把这样一个产生batch函数写出来 这些啊 现在报错啊 没有紧 咱们现在没有写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就是说 嗯 咱们接下来写一个命函数啊 在这个命函数当中啊 我就可以写一个 tf.app的 它的一个run 然后在这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就是 要写的是我们的一些参数了 我们的一些参数啊 就是说 嗯 在咱们执行这个 就是执行啊 这个 执行咱们这个功能的时候 需要指定一些 需要指定 咱们指定出来的这些标志位 来写一下 就是tensorflow.app 然后它的一个flux里边 嗯 在它的flux里边啊 我们就需要 哎 应该是个小写的 在它的小写里边 我们可以define一些东西 我define define define一个 然后后面需要传进来的 就是你define的是一个整形呢 还是一个flow型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给它指定出来 tensorflow 我看一下 tensorflow.app.flux.defininteger 没有问题 在这里呢 我们要传的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要define的一个值 它就是一个byte size吧 byte size 这个是咱们一会儿 肯定会用到的 byte size 暂时让它是等于64的吧 然后后面呢 你也可以写它的一个说明啊 它就说明啊 就是要你指定这样一个byte size 等于多少 byte size 等于问号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 我就直接给它复制下来吧 然后在它复制上去改 第二呢 就是我需要指定的是 这块还没有stf 我说它怎么总会画这条线的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指定的是 它的一个学习率 学习率 它就不能是一个整形了 它底是一个flow类型 define一个flow类型 define的这个flow类型里边啊 我们需要啊 这个我知道它为什么 我保错了 这个integer啊 少写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第二个learning rate 把它写出来 学习率 学习率啊 这个东西是比较难调的 到时候大家自己训练的时候啊 最好是从默认是从0.01开始 从这个0.01开始啊 咱们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率啊 千万不能指定太大 指定太大之后 它这个训练的时候啊 效果会比较差的 loss啊 就是下降啊 会很慢的 然后呢 下一个参数 下一个参数就是说 当咱们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 我有些地方啊 我需要把模型保存下来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叫过一个check points check points的一个dir 我们需要指定好啊 我们的一个模型保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在这里啊 大家就是自己去写它的一个位置吧 比如说你可以点杠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你可以点杠它的model下 你自己创建model文件夹 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文件夹啊 都可以 这个就不给大家去定义了 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定义啊 写成这样一个路径就可以了 如果说按照我啊 我就直接啊 点杠model就完事了 然后呢 咱们的一个模型的一个保存路径 模型的一个保存路径完之后啊 我们还需要指定的 就是说 你也可以指定的一个咱们的数据的源 就是你当前的输入数据啊 它是放在什么样位置的 咱们都是给它指定好 这个 你也给它指定一个路径 比如说点杠data data下面有一个什么什么 点TIT啊 你把它的一个 误认的路径啊 给它指定出来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在处理化当中啊 给它先做好的 然后呢 路径完了有了 咱们checkpoint也有了 下面啊 就是说 你可以指定咱模型的一个前坠 或者说 前坠咱们就不指定了 这时候大家前坠 愿意是什么名字 就是什么名字吧 如果说 有必要 咱可以指定 然后这块 这块它都不是一个flow类型 我需要给它改一下 它都是一个stream类型 这是一个stream类型 然后checkpoint呢 它也是一个stream类型 learningrate 这个float 这块啊 我的一个improach 我的一个improach啊 它应该是一个integer类型 improach啊 就是说 当前咱们现在 比如说 有那么四万个唐诗吧 你四万个唐诗 一共要学多少遍呢 咱们想让啊 这个四万个唐诗 学大点 我指定了100 指定了50啊 都可以 可以指定啊 就是说 你的一个春的一个improach EP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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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累多少的 这些啊 就是说 咱们先指定好 它的一个 需要用的参数 其实啊 这些参数 都是比较常规的吧 没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跟之前都是类似的 然后呢 我们指定 就是一个 你一个诗啊 就是它是有一个开头 还是有一个结尾的 你需要指定 你的一个开头 还有一个 你的结尾 分别是等于什么东西 这里啊 就是方便 咱们进行一个预测的 因为呢 咱们想啊 就是说 一个诗啊 该怎么样停下来 是不是说 它最终啊 预测到一个结尾值的时候 它就停下来了 所以说啊 咱们最终希望这个诗啊 它不会无限制的预测下去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又给诗了一个起始词 还有一个中指词 AND token AND token 就是这样一个中指词 中指词啊 我就用一个E来表示了 其实词G啊 中指词是E 也就是说 当咱们网络预测出来一个值 它是等于E的 说明这个 这就是诗啊 它就结束了 咱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写诗的功词 然后啊 我就要在这里啊 写上咱们的一个训练函数了 咱们先抵犯一个面 因为咱们上码传进来的就是一个面 然后它会帮咱们传进来的是一个 咱们要不要训练这个模型 这回咱们就判断一下吧 如果说呀 你是A4Tun 就说明我接下来是要训练这个模型吧 训练这个模型啊 我先打印一个东西吧 就是啊 告诉你咱们现在是 啊 Tuning啊 咱们是在 咱们现在啊 是在进行一个训练 在进行训练的时候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执行的是一个 一会儿要写这样一个函数啊 就是我们要转一下咱们的一个Tuning啊 直接的去执行这个东西 咱们为了就是方便啊 就是说现在啊 把测试的有些东西啊 能写的也写了 IOS啊 IOS就是说不是训练吧 不是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说 咱们就给它需要啊 现在是一个Test的过程 在Test的过程当中啊 是不是说咱们要写出来一首诗啊 在写出来一首诗的时候 咱们需要写一个Begin Word的 就是这首诗啊 是以什么开头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啊 在这里打上一个Input的吧 打上一个Input的 就是说 咱们可以在命令行当中去书一下啊 咱们的一个 让你打上一个Word的啊 让你打上一个词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接下来咱们先不写吧 等训练的时候咱们再去说 在这里啊 有一个乱春领啊 我们来写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啊 是我们的一个核心 先define一下咱们的这个乱春领 这个函数 在这里啊 我的第一步是不是说 我要把数据读进来 然后呢 对我的数据啊 要进行一些处理啊 先做这样一个预处理 预处源之后啊 我要得到啊 咱们的一个处理完结果 处理完结果之后啊 我希望啊 咱们得到的是一个Victor 就是一个向量 然后呢 这是第一步啊 先把我的一句话 就是一个词 转换成一个向量 一会儿啊 咱们就会具体说啊 这个东西是怎么去转换的 然后呢 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需要有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现在输进来的是一个中文吧 那计算机认识你中文吗 肯定是不认识的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还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我的一个文字 转换成一个整值 比如说 咱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映射啊 每一个词都会有一个唯一的映射 那是不是说这样一句话 都会给它映射成这样一串的数啊 所以说啊 我们在这里可以做这样一个映射 这样一个操作 映射完之后啊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当前的 所有的一个预料库啊 给它返回出来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事啊 咱们需要做这些事啊 把它再写出来 等于什么呢 我们还要写这样一个函数啊 等于一个process 等于我的一个process 好 缓缓下啊 我们刚才不是导进来这个东西吗 接下来啊 就在这里东西啊 去做 然后呢 需要把我的一个数据源输进来 数据源对什么 数据源等于我的一个flux 我的一个flux点 它有一个fail pass吧 我们来说一下啊 把这个fail pass拿过来 就是咱们刚才指定好的这样一个路径 把这样一个路径拿出来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去写啊 咱们的一个 可以去写咱们这个预处理模块了 我们来说一下子的预处理模块了 我们来说一下子的预处理模块了 我们来说一下子的预处理模块了